me do it back at me I get my cool That ain't a problem I know it because she had the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uri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场流章 常规主攻里面的流章 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个武将 因为我很少说一些肯定的话 包括什么进位远位这些的 我也很少说一些肯定的 但是这个的话我可以肯定一次 在常规主攻里面 流章这个主攻 他就是胜率第一的 他就是最强的 没有其他的 没有任何人超过他 就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过分吧 开局看魔皇中在旁边的话 尽量刷盾和加一 正好运气不错 有个白银 这里面正好也过到了个狮子 魔皇中跳中了 这时候他杀了个魏国的 神里蒙 这里说一下 反贼吧 尽量就不要去选 尽量不要去选那个群群 这也代表流章判断身份 可以会无脑一些 当然不一定说是选群雄的一定是忠诚 但是不选群雄的话 他反贼的概率高一些 而且对于流章主攻的内奸来说的话 也尽量少选一些群雄 因为你会后最后和他单挑的话 等于自敌 而且很难受 所以说你们去比如说选神将啊什么的 准备和流章单挑 最好离主攻远一些 开机防止被他打到 然后呢 内奸尽量少选群雄 就这样的 尤其是选神将的情况下 男皇老仙的话 这把他没肥好 但是玉丰给了我 他居然不给魔皇中 你是真的觉得 我又不需要现在这盒输出 只要给魔皇中补杀就行了 这把魔皇中杀两刀 你受不了的 这时候的话下和和指向一下曹淳 因为曹淳的话 给我当成有点扯淡了 刚才神赵云的话 好像也跳中了 胡金定 神赵云 魔皇中补跳中了 但是这几个人当我内奸 我看不出来谁能当我内奸 这时候 然后这时候的话 现在需要的话 杜狱南华老仙这种东西一定要死啊 是不死的话很难受的 叛红了还是好消息 这里头白银可不能乱放啊 有人说你为啥不用白银回血呢 我没有相信魔皇中 是那个啥 曹淳这开了个AOE 也没跳什么特别完全的身份那会儿 而且我没有完全相信魔皇中 这个白银是保护我的 我一外一把白银放到排队顶 魔皇中本身开始装 以后是他瞎打的 下一刀砍你的话 你受不了的 所以是一定要想清楚 这时候魔皇中杀了曹淳 曹淳是反贼 还好不错 这时候出张傻 因为我有白银 不怕酒杀现在 这时候魔皇中继续开AOE 这时候我就当时有点怀疑了 他为啥还要开AOE 刚才开了个AOE 我能接受 现在还开AOE的话 对忠诚来说 伤害比较大 现在他跳内了 这时候如果要跳中的话 他肯定要去顺南花 我先那个太平耀术 拿在手里面 然后呢 让他掉一滴血 给他过两张牌 这样能让他更难受一些 然后现在的话 场上有太平耀术 他就不能再给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胡金定那就确定了 他是内奸 谋皇中内奸的话 那神赵云胡金定就是忠诚了 那神赵云感觉要死了 这把有会儿你们看到有个失误 我的失误 一般人可能犯不了 你们肯定不会犯的 有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失误了 然后呢 杜玉被乐了 好消息 南花好仙放出来很难受 对于我来说的话 挺恶心南花好仙和杜玉 这样的武将 真的挺难的 但是这局的话 内奸 把我们杀了两个人还行 剩下两个忠诚没有输出 这俩忠诚的话 除了神赵云友能接受以外 胡金定就有点扯淡了 这武将不算强 当个反贼混 然后这是决斗 一些南花好仙 南花好仙没事 这里头要注意一下 这里头你们看出来 大将军有多水 这些大将军 这有张杀 他用雷沙杀了一刀 这说明啥 魔皇中知道 就是玩魔皇中 你们要知道 为啥能杀这种雷沙 能杀太平药术 是因为 他没有具 没有武器的前提下 这时候失误了 我没看见需要两个桃 直接浪费一张桃 就是说因为魔皇中 没有武器的话 他的属性杀全变成普通杀 知道不 然后胡金定直接 继续用属性杀 暴露出来智商 堪忧 然后你们看看 男后好仙对话 他都不知道为啥 一个属性杀能杀中 一个属性不能杀中 最后反应过来 当时直播的时候 就在说 这就是基本上 对自己的技能 没见过的武将 不应该说没见过吧 这玩意大家都应该见过吧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看 他能对话有兴趣 这时候还算行吧 因为现在的话 对于魔皇中来说的话 不可能一直放着 杜玉和男后好仙 旧可以理解 旧的话没问题 但是他是绝对不可能 一直放着男后好仙 和杜玉的 他必须要杀死 男后好仙和胡金定一块死 要不的话很难打的 所以说他没杀死男后好仙 人头也没被他拿走 非要去省一个猎弓 非要省一个猎弓 这时候直接杀了一刀 控了一张牌 杜玉没有 杜玉没有那个 杜玉没有技能了 别杀死 九杀杀死了 很舒服 然后这时候男后好仙死的话 杜玉又没有标记 这把他好赢了 我这手上还会把AK 注意一下牌序 把闪都扔 说明手上一个闪 或者一个桃 或者大概两个闪 而且他没有标记 先不要上装备 不要给他送标记 先杀清他牌 再给他送标记 这样的话 就变不了牌了 然后人头收掉了 这时候他身份 魔皇中身份跳出来 游戏已经结束 AK扔掉 斧子挂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加一马其实可以上的 当时可能什么情况 也没看清楚 可以上加一马 胡金定又没啥问题 继续借刀 给我送一张杀 借刀杀一下 咱们手牌多了吗 继续杀一刀 无所谓 对于魔皇中来说的话 怎么说呢 他没机会了现在 现在没机会了 真现在一点机会没有 我白银狮子还在身上 这个时候 决斗没必要 决斗没必要 所以说留下回合决斗 你黑杀也打不了 留下回合决斗就行了 然后这时候 魔皇中直接 杀了一些胡金定 胡金定的话 其实现在是 没有血量上限的 魔皇中可以砍死的 如果他有血量上限的话 魔皇中体力血的话 只能下个一上限 知道吧 这时候斧子九杀 游戏结束 狗工藏 十贯金石 尽管三决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